中環剝花生 嘩 後面這間店 收到封信 差不多四千萬話收夠 但剛剛成交了一千九萬 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 大家好 早安 今天是早上2019年7月12日 8點58分 這個事情 噢 蝕羊 博收夠 放不到 蝕羊 看看對面給你看真點 蝕多少 如果你有興趣 喜歡的時候 今天有個中環剝花生 應該好像五點多一個節目 在東方日報的時候 之後我老婆今晚要到八點多才有空 我請你喝 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 我請你去蘭桂芳飲杯 去蘭桂芳這個什麼 Chao Chao 這個叫做這個 開心一下吧 六點半到八點鐘 我猜到那裡 你喜歡來 吹一下水 說一下舖 說一下舖 說一下生意 說什麼都 你喜歡可以來一請你喝杯 我不知道多少人來 不過我總之六點半到八點鐘 在那裡 你喜歡來那一下 走去方這個位置 好 看看這間店 見美這個佛教 這個中心的時候 洩養 一直推了很久 一直都說 他們說怎樣怎樣收價好 博收價好 最終你搞完一大堆東西的時候 虧了多少呢 總之這間店的時候 就是買進來 就是1900萬賣出 之後就說建築現跡 就是850呎 但是呢 原本就是17年的時候 1990萬買入 沒計算離飲費 原來都虧了90萬 這就虧了樣子 過去對面 給你看真點的樣子 好 看了這個位置 其實很多車在這裡 總之現在就 我一邊去盯著這些車 不要遮死我 看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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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這棟大廈 經常博收價 博收價 地下 一二三四五幾多層 你已經數了 所以我去看著這支車 這個位置 我和這裡先轉角形 給你看看 我再慢慢去解釋 我不想看手機這麼多 因為要看車 這裡 摩利神山隊 灣仔 一會兒有很多地方賺錢 也有很多地方虧本 在灣仔道 你買舖要很小心 來到摩利神山隊 你更加超級小心 但如果你去到灣仔街市 合和附近的時候 就更加賺錢 灣仔是天堂和地獄 這裡全部都虧了 因為燈飾店的時候 很多人入了商場 整體整個行頭 是下跌的趨勢 所以就是 這間的店 總之看著一點 好 我和你回到安全的地方 再跟你說 好 之前我讀一些基本資料 給你聽 這個位置比較安全 一邊說 一邊說 我講一邊 這裡建美佛教 文物中心 站直一點 好可悔 這樣做 很難看 我幫你城山道 17號地下 物業面積700呎 門闊十呎 2300萬元 那時就叫價 成交了1900萬 文物中心 45000元回報 之後就三年後加租 4萬9000元 買了很久了 這間店傳成力谷 不斷說 最重要是一件事 你看圖籍 你看到了 門闊一點的時候 鋪闊大約15尺 心大約40多尺 其實挺大間廈的 不過唯一這個位置 就是很吊腳 這裡很吊腳 你一進去 涉西街 裡面那一堆很安靜的位置 很多洩養 問題是都還沒買到 當時這個銀建發展 就說什麼 有封信 就說收到17號鋪 三千九百多萬 你知道嗎 很興奮 收到這間店 然後拿著這封信 就周圍 可能上一搜的時候 看到這封信 就有1990萬元買到 之後就發覺 收到鋪了 然後原來就 原來不知怎樣流料 你明白了 很多時候發展商的時候 收到周圍的信 最終買得成 都不知道 這裡我們算過了 算來算去的時候 我們覺得那時候 收到潛力 我們算不到 我們都還過下價 但後來算不到這條數 我們就不想買了 所以 但最終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建議收夠 真的這麼大的鋪 除了街跳 三九四五萬 之後 1990的話 就賺很多倍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鋪 但anyway 我不知道 收夠的東西 反正無故 明天就說收夠三千多萬 被買鋪 超級厲害 我感覺 如果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 因為有封信 又好像很堅 但又算那條數 又算不算數 也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背後我真的不太明白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吊腳 這位是吊腳 就是吊 有些位置就是吊腳 吊腳位你要小心 而且整體整個燈飾鋪 是走下坡 佛教文物 我沒什麼宗教信仰 但我想佛教文物 這些都不是超級賺錢 通常都不是租金最成功能力最高 所以你有比較分數 我覺得一個四分位 一個四分位 位置一般 前景灣仔這段的時候 又比較弱 我看不到一個大的推動力 附近這個灣仔 什麼泡馬地 銅鑼灣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大的樓盤 人們走來這裡去買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一般 四分位 我覺得有一個四分位 五分一個市價 十分超便宜 一分變岸 零分報警 這個位置四分位 因為都推了很久 到背後怎樣 但可能被他無緣無故搏得到 那怎麼辦 各位民家 今晚有時間 如果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就六點半 蘭桂方這個ChaoChao 請你一杯 大家出去聊聊聊 我不知道多少人來了 不過就不用所謂了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數到八點鐘的時候 我就跟老婆吃飯 拜拜